大家好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五 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美股的表现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会员 观看更多的视频 美银说美国科技股 八周来首限资金的外流 AI热潮正在停滞 美国银行表示 在截至6月7号的一周时间内 美国股票基金出现了 两个月来最大的单周资金外流 就连狂飙突进的科技股 也出现了资金流出 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热潮正在停滞 投资者担心通胀上升和经济放缓 纷纷选择撤出资金 下周即将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 令投资者更加谨慎 因其可能影响美联储的利率路径 数据显示 投资者竟抛售了价值164.4亿美元的 美国股票基金 为3月29号以来最大单周竟抛售 而科技行业基金单周流出12亿美元资金 为8周以来首次 以MH为首的美国银行策略师在报告中写道 各国央行正重新转向加息 而鉴于低失业率和高通胀 美联储的加息周期还没有结束 投资者想知道 这次是真的走出熊市了 还是仅仅虚晃一枪呢 根据工具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走势 所体现的美联储 在6月13到14号政策会议上 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26.4% 而在上周市场定价显示 该央行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 约为64% 标普百指数今年以来上涨12.5% 总回报的相当一部分 由少数几只大盘科技股拉动 比如英伟达 Alphabet和苹果 投资者近来围绕人工智能的乐观情绪 推动科技股取得大涨 如果科技板块突然下挫 或失去投资者的青睐 少数明星股的巨大影响力 可能使股市很容易由升转跌 而最新的数据意味着 投资者担心是有道理的 一个全球策略师SS表示 如果看一下标普百指数的水平 你可能会被误导 认为这个市场实际上表现得很好 上市公司利润增长处于全面复苏模式之中 但对于表象之下正发生的事情而言 这将是相当错误的反应 H团队认为 市场对美国第一季度经济衰退的担忧 当前已转化为对第二季度的 金发女孩经济的乐观 但他们警告称 利率上升和流动性枯竭将在第三季度 对人工智能和美国科技股构成负面影响 负面风险 美银的策略师写道 我们仍然看空 预计联邦基金利率将上升至6% 通胀率低于3% 则需要失业率高于4% 盈利预期上升与利率下降相结合的观点 是不可持续的 好 这就是大空头 又洞察到了一些迹象 另外 Coinbase的CEO硬钢美国证捐会 说你们监管规则不明 要打官司我们奉陪 早就具有与SEC等监管机构 斗争经验的Coinbase管理层并不含糊 直接选择正面硬钢 2012年联合创立了Coinbase的CEO 曾为Airbnb软件工程师的BA 在推特上发长文駁斥SEC诉讼的不合理性 并称如果我们需要利用法庭来澄清币圈规则 那就放马过来 Armstrong回应称 Coinbase团队对事实和法律都有信心 并且很自豪能够代表整个加密货币行业 通过这起诉讼最终彻底弄清 处币圈的监管规则 他的推文内容如下 请记住 第一 SEC审查了我们的业务 并允许我们在2021年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第二 我们反复尝试过向SEC注册 但该证券监管机构 并没有让加密货币公司简单注册的途径 因此我们从不将证券引入市场平台上市交易 我们拒绝了审查过的绝大多数资产 第三 SEC和CFTC发表了相互矛盾的声明 甚至没有就合为证券 与合为大宗商品的定义达成一致 第四 这就是为何美国国会正在引入新的立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世界其他国家也在采取行动 制定明确的规则来支持这项技术 SEC没有发布明确的规则手册 反而采取损害美国利益的执法方式进行监管 很显然 Coinbase被SEC起诉 与其他的诉讼案有很大不同 针对我们的投诉 完全集中在 何为证券 或不是证券 这个基本概念上 让我们一起继续前进 打造一个行业 美国最终会做对的 Armstrong本周还四处接受主流媒体采访和参加金融业会议 并明确表示Coinbase将继续照常经营 不会在法院做出裁决前 停止或重新评估SEC诉状中提到的任何代币上市资格 他称该平台上的交易超过240种加密资产 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有超过50亿美元 用于维持运营和支付法律费用 即使打官司会比较耗时 但也没关系 我认为我们在厅上不会出现问题 我觉得这个确实法律上肯定是有漏洞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后续加密货币领域或者是币圈 它会对主流货币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果未来美元的世界的影响力在逐步削减的话 那想必币圈就得成为其中的一个祭品 这是比较残酷的一个现实 第三 达成和解 有可能会给出一段时间的调整期 之后再切掉 这个是比较那什么的 比较严的 还有一种就是由于司法漏洞 无法解释 那就维持现状 台积电5月销售额环比增加 19.4% 台积电今日公布 2023年5月的营收报告 合并营收约为新台币1765.37亿元 较上月增加19.4% 连续两个月扬升 并为四个月来新高 较去年同期减少4.9% 累计一月到五月 营收约为新台币8330.7亿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1.9% 好 业绩还是不错的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标普百指数 微涨0.12%左右 我们看到今天是一根十字星K线 冲高之后又回落了 对吧 表明上行暂时是失败的 说为什么还没有下行 因为他还没有想下行 说他不是在尝试上行吗 所以按照我们的理论 我们当然是假设趋势还没有结束 我们可以画一个更陡峭的趋势线 去跟一下 好吧 我们看一下周线 今天是周五 对这个图来说 我们看到周线图是一根十字星K线 小阳线 也就意味着呢 虽然本周偏震荡 但是多头还是胜出的 只不过长速变慢了 这个长速指的是跟前两轴比 对吧 这实体这个收盘价跟开盘价比小吗 实体部分小了吗 说什么时候见顶 什么时候都有可能见顶 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见顶 是不是顶需要至少两根 或者说下跌反弹 再下跌来确认 对吧 现在他在日线图上还缺少 这样的一个架构 空头架构 所以我们暂时不能去猜顶 但是市场还是有一部分力量 一部分声音在看空 这个十字星也表明 这个空头力量也不弱 感受到了吧 我们看一下纳指 看到纳指 你就更会感受到 这个空头力量并不弱 比如说怎么的 你看 砸下来反弹 不能去创新高 又被上野线砸了下来 因此呢 我们需要观察 这个位置在下周早些时候 向下破位的情况 因为从目前的日线图上来看 这像是一个头肩顶架构 你看头肩 左肩 右肩 弹起来 那么下周只要给大阴线就好了 那至少是一个局部的洗盘 要给出来 对吧 我们看一下周线 周线是一根十字星线 十字星线 表明上涨停顿了 所以接下来有可能要进一步洗盘 我们说的这个顶 按照顺势的原理 它其实就是一个波段的顶点 它并不一定是牛市的终点 对吧 它是上涨中继 过程中要给洗盘的行情的一个顶点 我们看一下日线 对吧 这几个K线看起来越来越像头肩架构 就是局部 局部架构 对吧 可能要在这里洗一下 甚至是跌下来 好 但是呢 也没有跌下来 所以呢 这个看着像啥 它有可能是 但它也可能不是 是不是呢 需要阴线来砸下来 对吧 不砸下来 我们还是假设趋势原理没有终结 趋势波段还没有终结 因为它有可能是障眼法嘛 忽悠空头 是不是 当然它也有可能是空头 因为美股的技术分析的有效性是相当高的 好 这就是 这就是谁 这就是纳指 我们看一下传统股 道指 道指今天是上涨了一期哈 表明当前的这个震荡行情还没有结束 现在一波上涨可能要再往上测一下 看一下周线 对吧 向往上再摸一下 对吧 后续会怎样也不知道 我们说 趋势比较明显的时候走趋势 趋势不明显的时候走震荡 那么近几个月以来都是震荡吧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 那么日线的这个多头波段 很显然还没有啊 顶部架构哈 因此你不能猜顶啊 应该继续往上走一走 或者是下周也给跌下来 对吧 现在还没有跌哈 不能猜顶 罗素呢 罗素今天属于一个拉高之后的回落哈 我们说这根上哪去是下呢 稍微给一些空间 让它洗一洗嘛 然后再往上冲 是吧 不能一直涨啊 对吧 你看前面这几根阳线多强啊 就一直这么涨 谁受得了 也就是抄底者受得了 那直勾勾的行情 那大这个属于大盘的 大盘里直勾勾的也比较少吧 这种情况 好 好 总结下来美股呢 科技股的大家要注意可能的洗盘 或者是局部顶部可能会再出现 或者是洗盘架构要给出了哈 那么其他的图呢 其实这个涨的力度也都不是特别强啊 在今天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节奏 好 我们看一些热门的标底 那么今天的小红汽车呢 还在这里震荡哈 他说实话 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无需震荡的感觉 也就是说呢 交易难度比较大哈 所以对于多屯来说呢 你要注意你愿不愿意去做 不愿意做就不要做 好吗 好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呢 是跳空高开之后啊 冲高了一下 然后就回落了 那么这些位置呢 都有可能是阻力区哈 稍等 这些位置都有可能是阻力区 对吧 越往上边 这个阻力区的线条 可能会越多哈 就是说啊 随时有可能终结 是吧 呃 那么但是今天还是收涨了 4%左右 对吧 因为跳空高开了嘛 也就是说呢 啊 后续呢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这个位置 这个波段见顶的这种可能性啊 那么一根黑线还是看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大家还是要有耐心 再去观察 我们看一下shop 啊 shop 其实这个形态已经算是一个大型的洗盘形态了 对吧 如果你之前已经离过厂了 没有关系 那么后续呢 咱们再找这些洗盘形态的终结的点位 或者是分批慢一点 再买就可以了 对吧 现在这个架构到底是顶还是无需认当 这还看不出来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再观察一下 不是每一天都要做一个买卖决策的 每一天都做买卖决策 那是日内交易 我们日线波段需要看一下的 不要急于定论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今天的台积电发布了业绩 有人觉得可能业绩好会利空 对吧 就是说是出货 是不是 但现在看来 你需要把这个确实线画好 今天是跳空高开 随后遇到阻力区回落 并不一定是顶 也有可能是 需要阴线向下砸来确认 好吗 当然你可以用均线组 你会发现均线组 20均线还是有效的 因此不能去盲目的 才绝对的顶部 好 这是台阶 我们把AMD说一下 AMD也是类似 你说它像不像是顶 像 是不是顶 还不确定 因为阴线不够持续 阴线不够持续 比如说你把这均线画的紧凑一点 你把这确实线画的紧凑一点 它不就是死亡之稳了吗 看 陡峭的 下落 砸下来 又弹 然后往下砸 对吧 到底是不是 还是仅仅是一个横盘的震荡 这个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 因为形态是多样化的 它到底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 好吧 还是这里就仅仅就是一个直跌 然后要继续上涨 所以大家还要观察一下 至于这个半导体领域会怎样 我们现在看不出来 因为现在是一个 先优先当作一个上涨中继来看的 直到它用连续的阴线 让我们迫使我们离开 我们看一下AI 近期的AI股都是类似的图 我们不妨画一个架构 收敛的 对吧 当然你觉得这个太麻烦的话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用20均线去看 你以20均线为准 看看它能不能在这横一下 是吧 你当然也可以按照这个收敛电视情去看 或者是事后才知道是个什么 什么形态 对吧 那么今的进场点位呢 可以等待这个下跌圈的上方 再去考虑 好 我们看一下英伟达 英伟达也是类似案 你说这地方像顶吗 像啊 像波段的一个停顿 对吧 只不过不是熊市那种顶啊 是中继那个啊 停顿 这个趋势项可以这么画 看能不能在这里再震一震 去测试一下20均线 好 我们看一下Roku 因为网友问Roku是不是顶啊 理论上啊 理论上按照波段交易的理论 看到这种强势的阴线啊 强势的阴线 你要提防着市顶的概率 对吧 还有一种理论 在重要的阻力区呢 可以选择减仓 离场一部分仓位 等待回撤止跌 再重新进场 是吧 那么他呢 也面临着这个位置的一个停顿啊 至于停顿回落一下 再涨与否 那是接下来要判断的事 但是市场确实有可能停顿之后继续涨 那如果美股整体跌了 那大家就要注意 柔苦啊 也有可能啊 继续恢复到震荡行情 是吧 所以你你会感受到 在重要的横向阻力区 有相当多的资金 离场了 他才不去猜牛市呢 明白吧 有的人啊 不愿意尝吃 他就愿意离场 好 我们看一下谷歌啊 谷歌这个图给我们的暗示是什么呢 感觉啊 还是要给个洗盘 对吧 大阴线 两根小阳线 弹的也弹不起来 那这样的话只能跌啊 或者说横盘震荡也都可以 对吧 所以这是谷歌这个形态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看一下亚马逊 也是类似啊 你看 打阴线 停顿 会不会震荡一下呢 估计要震一震啊 好 我们看一下巴巴 巴巴这个图呢 大家也可以等待右侧再去进场啊 这个下距顺的右侧直接再去进场 也不晚 嗯 好 我们再看一下SQQ 这个图呢 今天又创了新低啊 那所以说左侧抄底是比较难的啊 对吧 比较难吧 所以我们需要等待右侧啊 那如果我们的科技股真的暴跌的话 那这个才有可能涨起来啊 那届时呢 这应该有一根大阳线出现啊 这是做空来的吗 来个大阳线就好了 嗯 这就要构成一个双重底了 对吧 嗯 网友问Lucid Lucid没涨啊 有人说 没错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底线是6块 6.09这个地点 跌下去也有可能啊 所以 我们应该这样画 这个 这个是趋势钱 对不对 嗯 因为 第二大浪 创新低了啊 这样的话 只能这么画 等待右侧 但是你如果在这近了 你的止损一定要画好 说为什么这些K线架构也 不完全的可信呢 你能意识到这一点 恭喜你啊 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了啊 你所相信的东西都不如 不相信啊 嗯 那还有什么可靠的吗 概率 概率是可靠的 还有我这个趋势理论是可靠的 好 Docu 网友问 今天Docu大幅冲高之后 大幅的下挫 怎么样 他不没跌破这几时线吗 所以应该再看一看哈 不要急 你看他之前这个脾气就是这样的哈 啪嗒一下 吓唬一下 然后又涨一波 是吧 跌回来会怎样 跌回来就跌回来了 减仓就可以了 到时候 是吧 嗯 好 我们今天先说这么多 我们周末呢 哎 我们把这个coin说一下啊 嗯 coin这个图到底怎样 按照技术我也应该做多哈 基本面也不一定咋地呢 所以 这个大家可以 也可以不做 因为有风险嘛 嗯 有你不知道的风险 明明看到了风险了 也不敢做 对吧 就不可以不做 反正也没怎么跌嘛 一直是横盘啊 所以离场也是来得及的 好吧 但是如果做的话 按照头监底架构去做 止损还是放在肩膀这 对吧 嗯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们呢 周 明天吧 明天继续分析啊 拜拜